基本上呢 这是一个属于所谓 暴月瓶的这个形制 这种形制在中国的瓷器出现 那么大概是在宋朝 跟元代的这个时候 不过很重要一件事情 这种形制呢 其实最早还是受到西方 特别是这个少数游牧民族的影响 因为这种它原来就是装酒的酒壶 或是装水的水壶 我们看了它两个耳 原始的这种壶呢 这种扁壶 在游牧民族呢 它是挂在这个马的这个边上 所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眼镜 如果你还记得当时 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介绍台北故宫的 永乐的这个瓷器的时候 你会看到呢在永乐侧器当中 有一批非常重要的这个扁壶 基本的造型就是一样的 到现在为止呢 特别是在中国的博物馆 或很多的收藏的单位呢 还是称它为壶 那称它为壶就是它原始呢 它其实用来装水跟装酒的 在博物馆传世品中 雍正时期此类物品的造型 和文士布局 和永乐的元气 几乎相接近的 不过非常的稀草 目前我们可以知道 在台北故宫 有清雍正的青花花鸟纹 如意而扁壶 另外在荷兰的 吕伐登国立公主陶瓷博物馆 所收藏的 清雍正青花鸟纹 如意而扁壶 不过上面两者都没有款式 英国的大卫德基金会的旧藏 明永乐 清花花鸟纹双耳扁壶 是上下两节横接而成 有明显的接痕 负扁缘 它的露胎处是长缘 而雍正气势前后相接 胡侧隐约看到接痕 腹部平滑较为棚圆 漏胎处较似橄榄蓝形 另外永乐器柚为进口的舒麻梨青 清花浓艳深邃 自然流淌 产生深入胎骨的效果 而雍正所使用的是国产釉料 来代替进口釉料 以浓色堆点技法 体现了黑斑以及韵散 青色浓脆鲜艳 由上面所说的制作技法 和釉料相比对 都可以看出不同时代的工艺特色 雍正皇帝对前朝作品刻意地模仿 不过对于成型的技术 以及胎幼厚薄和描示方面 雍正有典型的个人的审美技区在其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